在今年凌晨 國道5號 雪山隧道 發生了一起不幸的死亡車禍 一名多元計程車駕駛 疑似是沒有注意到前方的事故 小貨車直接撞了上去 傷重不治 而就在意外發生的5分鐘前 這台小貨車才因為故障 停下來 問蔣下車之後呢 是邊打電話求助 邊不斷地揮手示警 要後方的來車繞開 沒有想到 還是發生函事 雪山隧道內 問蔣站在事故車 後方不斷揮手 提醒來車 閃避 繞行 沒想到還是有車疑似沒注意直直往前衝 下一秒碰得一聲直接撞上 轎車往旁邊滑行 事故車也劇烈晃動 問蔣當場嚇壞 車禍現場一片狼藉 發生事故的白色汽車是一輛多元計程車 引擎外露車窗嚴重凹陷變形 而駕駛還受困車內 消防員跟時間賽跑 駕門救人 12號凌晨3點多 駕駛小貨車的江信問蔣 行經國道5號雪山隧道時 車子突然故障 他將車子打雙黃燈後 緩緩停在內側車道 下車邊走 便打電話求助 並揮手提醒來車 變換車道 沒想到還來不及放警示追 就被追撞 整個過程還不到5分鐘 後方知小客車駕駛送醫宣告不治 而這一狀47歲業性駕駛頭部重創不治身亡 至於詳細肇事責任還有待調查釐清 記者以爛綜合報導 時報警記者 提醒來車道 - 鐺尼曰木